醋,带给了生活酸的味道,除了是生活的巧味剂,它还被赋予了保健,养生的功能,一勺醋,养生很轻松,漂亮女人每天要吃点醋的瓶瓶刷瓶,醋溜白菜,糖醋排骨,酱醋蛋,一份份普通的食材,饮有了醋的衬托,纷纷列席为饭桌上的常客,但它安全吗?他们的品质过关了吗? 2018年6月,抽检结果显示,食醋共抽检9617匹次,合格率为97.2%,不合格也重要为总算货低,维规使用前秘素等,产地方面,河南,山西生产的食醋不合格次数最多,占地26.7%,品牌方面,王乌山,原青,河中顺,良都,南梁等,被通报次数最多。 如何选对醋?提起好醋,很多人自然而然,会想到意大利摩德纳的黑醋,这种流淌在意大利厨师小手下的顶级调味品,口感酸甜,风味醇厚,同样价格一点也不亲民。 以方人吃以方醋,我国食醋远远流长,丝毫不逊色于意大利黑醋,其中,以山西老陈醋,镇江醋,不介永春醋,鸡宝明醋,没代表的中国四大明醋,更是江醋推到了高潮。 当然,除了江域不绕的四大明醋之外,天津独流醋,龙门米醋,是水晒醋的,也是有着明显风土特色的地方醋中,无论是橙醋,白醋,还是凉谷醋,火醋。 实际上,按照行业标准SBT10174-1993石醋的分类,主要分为酿造醋和调制醋,酿造石醋是由粮食的,含有淀粉、糖的原料,尽为生物发酵的质而成的液体调味品,相较于培制醋成本会更高,但品质也更好。 其次,无论是国产醋还是进口醋,都会注明酿造工艺木材发酵或液体发酵,一般木材发酵的醋风味会更佳,配料表上有高粱,糯米,麸皮的化量蛮多,其中,不同原料主要体现在风味上的差别。 醋酒同中,醋与酒一样,也可以一般而知油饼,酿造醋会有特殊香味和芷香,味道柔和而醇厚,而由冰醋酸钩对而来的配置醋,它的酸味则非常刺激,从今四年十一间的抽茧结果来看,共抽茧是醋9617匹次,其中不合格274匹次,不合格率在2.8%,结果差强人意。 总酸,甜蜜素不合格,占尽其成在不合格食醋中,总酸较低,超范围使用甜蜜素,聚落总数超标,滥用分甲酸等最为突出,此者占比9成以上,如图2。 总酸不达标,酸味不够,食醋除水以外的主要成分是醋酸,其次还有多种有机酸,如乳酸,饼铜酸,甲酸等,它们不但给食醋呈现出酸味, 又带来了香味,对于食醋而言,总酸代表着醋的浓度,它是评价其品质后换最重要的一项指标。 简单来说,总酸越高,醋就越酸,按照国标GBT18180-2000量到食醋的规定,在量到食醋中,总酸大于等于3.50g100毫升,GBT18180-2000量到食醋。 而在某些特色食醋中,总酸也是极准入门槛之一,例如,地理标志产品,山西老陈醋,总酸需在6g100毫升以上,如果达标则不能称之为山西老陈醋。 GBT19700现实机到2013,地理标志产品山西老陈醋,山西陈醋,山西老陈醋,不可或为一谈,从抽检数据看,总酸过低是几年食醋质量问题的痛点,占比近五成。 总酸不合格的原因,可能是部分企业,没有严格按照供应条件生产面上,或者淋醋后过量加水,且出厂检验百官不严,造成产品总酸不符合标准要求。 其中,烟窝倒米醋9度380毫升,但总酸含量为1.13g100毫升,仅为标准之大于等于3.5g100毫升的32.3%,总酸明显不足。 有趣的是,有些创家标注更高的总酸含量,以章显起品质,同时可以卖得更高价,结果被检测数据啪啪啪打脸。 例如,28-高量百处500毫升国标要求总酸大于等于3.5g100毫升,但其产品标签标志大于等于9g100毫升,而实际减出值只有3.07g100毫升,这牛皮吹上天了。 那是不是总酸含量越高就越好呢? 其实也不是,毕竟通过勾兑也可提高坏度,对让造势醋来说,还要看沉量时间。 2.玫瑰使用甜蜜素,封规到甲,甜蜜素,它是食品生产中常用的甜味剂,在BB2760-2001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中,明确规定了甜蜜素的使用范围和剂量,例如酱彩,冰棍等最大使用量为0.65gkg。 不过,无论是配置还是酿造的食醋,阿国家规定,真不可使用甜蜜素,那为什么某些厂家还要凝制副化呢? 据了解,不同种类的食醋各有特点,口感也有所不同,使用甜蜜素,糖精那等,主要是为了改善口感,增加销量,但这种做法无疑是引证之可。 60次批次,每把使用甜蜜素的食醋中,四波白醋配置410毫升品最令人咋舌,甜蜜素添加量近高达3.91gkg,与食醋有别,市面上常见的饮用青苹果醋是允许添加甜蜜素的,对此敏感的消费者可以留意一下。 河南,山西食醋不合格制度四大名醋也没首,只不过,山西食醋的质量,可谓未尽人意,四年间共有30批次不合格食醋减出,位居不合格导单的第二位,说明醋叶大省也存在于木混珠的现象。 此次,不合格食醋共涉及全国25个省市,当中以河南游醉,占比15.7%,河南醋业名声援在山西之下,在食醋不合格却与居建筑报端,值得引起消费者重视。 在进口食醋方面,日本多福配置食醋被减出总酸不达标,这些品牌的食醋与上黑榜醋能减轻食物的有敏感,可以说是倦佳旅行。 也请亲友的必备良品,一瓶好醋,给消费者带来了酸爽,但如果多次买到不合格食醋,恐怕只有带来心酸了。 在274批次不合格食醋中,柳州市友南区俄西池平常生产的米醋量造食醋,白醋配置食醋上榜次数最多,消费者选择虚谨慎,如图子。 不过,这往往跟某些屡次上榜的不合格食醋生产厂家,打了擦边球的顺风车,即便独自被通宝,但引起商标众多,而使变识度大大降低。 例如,吉原市、原星事业有限公司商,不合格黑棒四次,涉及到王乌山、原星等商标,而商丘市、明胜食品有限公司商榜三次,分别以豆豆、明胜榜、木兰榜的商标身份出现。 因此,消费者在选择食醋时,除了绕开被多次点名的商标之外,更应该避开瓶上黑榜的食醋生产厂家。 火醋饮料不是醋现在,消费者越来越注重养生,原本备受推崇的碳酸饮料逐渐退烧,宣承给健康家倒菜的醋饮料迎来了春天。 苹果醋饮料、山楂醋饮料等持续升温,不过,苹果醋饮料与苹果醋饮料两次制裁,两者却完全不同。 苹果醋是果醋的一种,与常见的粮食醋皆可用作调味,一般西方国家使用较多,而苹果醋饮料适值以水果或其浓缩果汁将等为主要原料。 苹果醋饮料、精发酵制成的果醋,再添加不同辅料,精加工制成的饮料,因此,醋饮料只是一种高糖分饮料。 别指望它能带来保健、美容等功效,选醋小贴妮,看标签选面脏,总算至少要大于等于3.5G100毫升。 2.看形态必须成情无杂质。 3.玩香味有微微的醋酸味的耳骨刺鼻子。 4.橙醋酸味重而颜色深,蜜醋味道较为酸甜,而白醋只有单纯的酸味。 5.空腹、苦泽。 不用点心药物时尽量不要喝醋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